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,是我所爱者的歌,论他葡萄园的事。 我所爱的,有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。 他刨挖园子,捡去石头,栽种上等的葡萄树。 在园中盖了一座楼,又凿出压酒池,指望接好葡萄,反倒接了野葡萄。 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啊,请你们现今在我和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。 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,还有什么可做的呢? 我指望接好葡萄,怎么倒接了野葡萄呢? 现在我告诉你们,我要怎样对待我的葡萄园? 我要撤去篱笆,使他被吞灭,拆毁墙园,使他被践踏。 我必使他荒废,不再修礼,不再除袍, 荆棘吉利,道要生长。 我也必命令云不降雨在旗上。 万军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。 他所喜爱的树就是犹大人。 他指望的是公平,谁知道有暴虐。 只望的是公义,谁知道有冤生。 祸灾,那些以房接房,以地连地,以致不留余地的, 只顾自己独居境内。 我耳闻万军之耶和华说, 必有许多又大又美的房屋荒废, 无人居住。 三十亩葡萄园,只出一罢特酒, 以赫梅尔谷种,只接一依法粮食。 祸灾。 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,流连到夜深, 甚至饮酒发烧的人, 他们在沿席上弹琴, 鼓塞, 击鼓, 吹笛, 饮酒, 却不顾念耶和华的作为, 也不留心他手所做的。 所以, 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录去, 他们的尊贵人十分饥饿, 群众极其干渴, 故此, 阴间扩张其欲, 张开了无限量的大口, 他们的荣耀、群众、繁华及快乐的人都落在其中。 北贱人被压服, 尊贵人降为卑, 眼目高傲的人也降为卑。 唯有万君之耶和华, 因公平而崇高, 圣者神因公义献为圣。 那时, 羊羔要来吃草, 如同在自己的草场, 赋予人的荒场, 被外来的人吃尽。 祸灾, 那些以虚假的戏绳牵牵罪孽的人, 他们又像以套绳拉罪恶。 他们说, 让他急速去做, 赶快成就他的作为, 好叫我们看看, 任以色列圣者所谋划的临近成就, 好使我们知道。 祸灾, 那些称恶为善, 称善为恶, 以暗为光, 以光为暗, 以苦为甜, 以甜为苦的人。 祸灾, 那些自以为有智慧, 自看为通达的人。 祸灾, 那些勇于饮酒, 以能力调浓酒的人, 他们因受贿赂, 就称恶人为义, 把义人的义夺去。 火苗怎样吞灭碎阶, 甘草怎样落在火焰之中, 照样, 他们的根必向朽雾, 他们的花必向灰尘飞腾。 因为他们厌弃万军之耶和华的训会, 藐视以色列圣者的言语。 所以, 耶和华的怒气, 向他的百姓发作, 他的手伸出攻击他们, 山岭就震动, 他们的尸首, 在街市上抛向奋腾。 虽然如此, 他的怒气还未转消, 他的手仍身不缩。 他要树立大旗, 召远方的国民发私声, 叫他们从地级而来。 看啊, 他们必急速奔来, 其中没有疲倦的, 跌倒的, 没有打盹的, 睡觉的, 腰带没有放松, 鞋带也不折断。 他们的剑锋力, 弓也上了弦, 马蹄如尖石, 车轮好像旋风。 他们要吼叫, 向母狮子, 咆哮, 向少壮狮子。 他们要咆哮抓石, 坦然叼去, 无人救回。 在那日, 他们要向以色列人吼叫, 向海浪喷轰。 人若望地, 只见黑暗艰难, 光明在云中, 变为昏暗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